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来继续播讲大时代中国民政府的人物列传 今天我们继续在四川军阀里边给大家播讲四川军阀中的有名人物 今天我们要开始讲的就是四川民国人物中最著名的刘氏两兄弟 哥哥刘文采,弟弟刘文辉 我们先来讲弟弟刘文辉,因为没有刘文辉也就没有刘文采在四川那么大的名气 刘文辉他是四川川系军阀里边 排在刘湘、杨森之下和田宋谣、邓西侯、王林基基本上差不多 但是因为刘文辉他曾经和刘湘二流征川,征过四川的统治圈 后来刘文辉战败以后统治西康很多年 所以我们先来讲讲刘文辉 刘文辉是1895年生人 自、自前、法号、玉尤 他是刘湘的叔叔啊 不是直系的叔叔 是待会大家会讲一下他们的家族族谱关系 刘湘管的叫刘瑶霸 他是曾经担任过民国第24军军长 是陆军上将还担任过四川省主席 我们之前在讲杨森的时候提到过 四川的这些军阀他们有一个五行之说 刘文辉在这个川军五行里他属火 因为他政治上神通广大 他在治理地方维护他的统治上很有一手 所以人送外号叫多宝道人 他曾经主政西康省十年之久 人称西康王 我们先来说一下刘文辉和刘湘他们两人的关系 刘家的祖籍原来在安徽的辉州 明朝末年 刘家先祖刘绝忠到四川雅安任同志 张献忠打进四川的时候杀人如麻 刘绝忠一家惨遭灭门 只有一个儿子侥幸逃脱 这个人呢 后半辈子已经埋名 在四川省的明山县生活了几十年 到了刘氏入川后的第五代 就是乾隆年间 刘家才重振门庭 慢慢成了当地的望族 清末当家人刘宗贤有三个儿子 老二刘公敬在清末考中了五秀才 而刘公敬的四个儿子之中 贩卖道古的长子刘文刚一只最兴旺 有水田四十余亩 刘文刚又生了三个儿子 老大元勋 老二元树 老三元聪 刘元勋后来改名刘湘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民国年间的四川王 那刘湘爷爷 他有个弟弟 就是刘宗贤的第三个儿子 叫刘公敬 他有耕地四十多亩 创办的九方 在方圆数十里也是文明侠儿 刘公敬有六个儿子 最小的两个就是刘文采和刘文辉 这是刘湘和刘文采刘文辉他们的关系 这是为什么刘湘管刘文辉叫腰霸的原因 虽然从辈分上来讲刘文辉比刘湘高一辈 但从年龄上来讲刘湘比刘文辉大五岁 刘文辉小的时候 因为他是最小的那个 他父亲刘公敬对他倍加宠爱 当他年龄烧长的时候 就送他去刘家祠堂读书 刘文辉从小就聪慧不凡 成绩优异 深受老师的喜爱 13岁的时候 为了报考成都陆军小学 刘文辉虚报年龄16岁 考试的时候 他拿到考卷一看 题目他根本就不知道要说什么 但是刘文辉很聪明 他就离题而谈 他所写的议论里边提到 遇强国必先练兵 兵不强则不能遇外武 将召瓜分之祸 遇国必先复民 复民之道在兴功 故农 救民之道在殷势力导 完全跑题 但是 对于当时的考试来说 答卷来说 就马上脱颖而出 校长潘恩称奇 特招面试 破格录取 从此刘文辉开始了 他的军旅生涯 刘文辉后来被保送到 西安陆军中学 北京陆军第一中学就读 最后上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他是保定系的 1917年下 刘文辉从保定军校第二期 读完炮科毕业 他大哥刘文渊 陪他到成都 败望当时已经是川军将领的 敌亲堂职刘湘 保局引荐刘文辉 投奔川军第八师 陈洪范 在陈洪范属下任上位参谋 在陈洪范属的五年期间 刘文辉由上位参谋升为营长 团长 旅长 当然这和刘湘 对他的关照是分不开的 而作为下级军官的刘文辉 对他的侄子刘湘 也是非常忠心耿耿 输入二人这段期间 关系极为融洽 当上川军第二军军长的刘湘 经过一番策划 让刘文辉 由陈洪范师的普通旅长 改任川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刘文辉就明白刘湘的意思 这让他掌控这个混成旅 摆脱陈洪范的约束 自立门户 这样书之二人 齐心合力 共同谋划 当任混成旅旅长的刘文辉 在刘湘的帮助下 就驻防到了宜宾 我们都知道宜宾 是长江上游的军事重镇 物产丰富 而且是云贵入川的孔道 是川边和云贵的物资集散中心 刘文辉能够驻防宜宾 那么他就总揽了 这里的军政财文大权 势力开始突飞猛进 他和他哥哥刘文采 也招到了宜宾 刘文采非常有经商的头脑 而且善于经营社会关系 因此刘文采 替他弟弟刘文辉 掌握了财政 给予了巨大的财力支持 刘文辉上面有刘湘提供援手 经济上有哥哥刘文采支持 势力迅速膨胀 而他的野心也开始膨胀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 川军在逐出了滇军和前军之后 刘湘被川系军阀 举为川军总司令 兼四川上省长 不久 雄口武和刘湘两个人之间 发生了第一军第二军之争 刘文辉当时自告奋勇 倾全旅兵力 由宜宾赴重庆 为他的堂职刘湘守住老巢 维护后方秩序 但令刘文辉难堪的是 刘湘在这场作战中 败在了雄口武的手下 但是刘文辉本人 在政治上的确是很有手腕 他以重庆卫戍司令的名义 与保定军校的老同学 邓熙侯谈判 刘文辉和邓熙侯的关系 相对不错 那么就达成了省军 对刘文辉旅 在于维持治安表示未劳 左部开拔宜宾驻员防 护送即已辞职的刘湘回击等向协议 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追究 刘文辉支持刘湘的责任 刘湘的失败 让刘文辉受到很大的震动 他从这场战争中得到启示 四川军队间的人际关系 没有定数 联合倒戈都各有套路 而这恰恰让刘文辉擅长的 他就思考如何应付多变的形势 从而使自己能够在川军中 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1月23年初 川军的内讧又起 第七次市长陈国栋 第三次市长邓锡侯 起兵进攻刘成勋 直逼成都 刘文辉因为是与邓锡侯 为保定军校的同学 就调三个团的兵力 由宜宾来成都参加作战 同时通过四川边防军总司令 赖心辉与刘成勋 通融任第九师市长 兼成都卫戍总司令 我们就可以看到 刘文辉在这里 长袖善武 两边都压住 当邓锡侯的部队进入成都以后 刘文辉仍然担任成都卫戍司令 并接管了成都兵工厂 造弊厂及税收机关 4月初 雄和五部反击 攻入成都 刘冲勋复职 而刘文辉则率部返回宜宾 1923年下半年 在吴贝福的直接参与和支持下 杨森率部由宜昌返川 刘湘东山再起 组织岛雄战争 1924年2月 雄和五率部败退广东 刘文辉虽然没有直接参战 但是以大量的金钱支援了刘湘 那么刘文辉的后盾 就是他的哥哥刘文采 财力雄厚 那么在刘湘获胜之后 刘湘就让刘文辉 收编了雄可五的部分残部 并且接管了 富顺 江安 平山 雷波等地 从此刘湘在川东 刘文辉在川南 互为声援 形成了二流合作的局面 在刘湘的协助下 1925年 刘文辉被北京政府任命为 四川军务帮办 7月份参加川军将领 讨伐杨森的军事行动 9月份改编了杨森的部队 收编了杨春芳的诗 兼任第三十一师师长 并占领了高县 长宁 新闻等六县 势力进一步扩充 1926年 配合刘湘讨伐原祖民 1926年秋 北伐开始以后 刘文辉与刘湘 赖心辉 刘成勋等人 联名电讨 吴北福表示拥护北伐 11月份被蒋介石委认为 国民革命军军第24军军长 即川康随府委员会委员 这个时候 刘文辉率军驻成都 具有下山南眉山 清神 仁寿 宇宾 南西 平山 滋阳 威远 荣县等二十一县 但是下川南至成都的通道 却被占据 亚安西昌的 西康 屯肯使刘成勋 所所断 1月27年6月中旬 刘文辉兵分三路 对刘成勋的部队 发起猛烈攻击 一路由双流 向新津进攻 一路由重庆 大义 向刘成勋 所住 所部 进攻 一路由梅山 丹陵 向明山 亚安进攻 在猛攻之下 刘成勋 是全线溃败 6月29日 被迫通电下野 其方区 包括西康 宁远 各地区 都被刘文辉 所兼兵 部队也被刘文辉 收编 7月6日 南京政府特任刘文辉 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同年中 刘文辉和刘湘 合力将 赖心辉部 击溃 又占领了 卢州 合江 江金等地 迫使赖心辉 退至云南境内 128年初 杨森 刘存厚 赖心辉 郭汝栋 黄尹 比嘉玉 陈淑农 罗泽州 组成八部同盟 联合向重庆的刘湘进攻 发起了下川东之战 刘湘为了取得 刘文辉的援助 将资中 内疆 荣昌 荣昌 荣昌等防地 交给 二十四军街坊 刘文辉就帮助 刘湘 击败了八部同盟 统一了川东 由此四川 形成了四巨头 刘文辉 刘湘 邓锡侯 田宋谣 分割的局面 也逐渐形成了 以刘湘为首的 速成系 和刘文辉 邓锡侯 田宋谣为首的 保定系 两大派系 争斗的局面 128年下 刘文辉 倡议在资中 召开了四巨头会议 推刘湘为四川 善后都办 刘文辉 为四川省主席 9月份 南京国民政府 任命刘文辉 为川康边防总指挥 11月份 任四川省主席 这个时候 刘文辉 在四川的势力和声望 都达到了一个 非常高的高度 那么八部同盟 在反刘湘的 下川东之战失败后 深深的埋怨 刘文辉 支持刘湘 牵制李家驭等部 不敢动作 导致战争失败 决心报复 同时 罗德州 杨森 在下川东之战 失去防地以后 与李家驭部 同处 一语 增多 周少 也想向外发展 129年4月 李家驭 罗德州 杨森 黄尹四部 在顺庆 组织同盟军 推李家驭为总指挥 决定兵分三路 进攻刘文辉的 资中内疆防区 发动了上川东之战 4月16日 同盟军出动 向刘文辉的驻地 发起了进攻 两军交战 刘文辉部的首将 向船义 先收缩兵力 后发制人 激战两天以后 突然全军出击 同盟军败尾 刘文辉乘胜胜追击 直倒李罗的驻地 占据了南冲顺庆等线 经过邓锡侯和田宋谣的 出面调停 上川东战术结束 同年三月四川省政府改组 刘文辉仍然担任四川省主席 1930年前后 刘文辉经过十余年的发展 部队迅速膨胀到12万人 控制了西康十几个县 及上下川南 上川东 六十余县 房区内包括了大片盛产盐塘的 附属地区 因此刘文辉 他的野心也是极度膨胀 不仅图谋 统一四川 还想囊括西南 问问中原 他首先支持贵州军阀 王家列 回前主政 与唐生志等人 联名通电 脅迫简离师下台 同时又支持滇军的狐肉鱼 打回云南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 汪精卫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 与严西山 冯玉祥合作筹划成立新政府 刘文辉判断 严蒋 释将获胜 就派冷截升为代表参加会议 9月6日 刘文辉通电 公开返奖 并联合邓锡侯 田统瑶准备出兵武汉 作为策掩 此时 严逢的军事行政 情势已经急转直下 刘文辉见识不妙 连忙向蒋介石疏通关系 而蒋介石这个时候 对四川也是无力顾及 就顺手推舟 10月份派曾获勤入川活动 向刘文辉示好 1931年2月 蒋介石再次任命刘文辉 为四川省主席 刘文辉的势力膨胀了 他和刘湘之间的矛盾 就自然激化 刘湘是速成系 刘文辉是保定系 刘文辉想出川 向外发展 刘湘觉得川军出川 并不能捞到好处 应该保守 应该稳妥 两个人的政治见解不一样 而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 也不一样 刘湘因为觉得四川的军队 出川以后 在全国各系军阀里边 从实力上来讲 是中下游 应该投靠蒋介石 争取支持 所以刘湘是最早提出 雍蒋统川口号 这郑重简直是吓坏 在政治上 就比刘文辉先战一招 那刘文辉有了实力 他也想先解决 邓熙侯 田宋瑶 然后兼收刘湘 统一全川 刘文辉很自负 他认为自己的才能 完全可以成为 弟弟到了四川王 进而囊括整个西南 那么刘湘自然不甘示弱 他联络田宋瑶 孤立刘文辉 这样在1931年秋 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刘文辉为了提升 自己的军事装备 赤巨子从国外 购入了大批的武器 其中包括了一些 飞机的零部件和大炮 他通过水漏 从上海装船 将这批武器 运抵重庆的万线 而刘湘逮住这个机会 扣留了刘文辉的这批武器 那这是一大笔钱 刘文辉当时心急如焚 因为这花了他200万元 更重要的是 他不想让这批武器 落入刘湘之手 所以他多次向刘湘索取 刘湘很聪明 他跟他的腰霸 打起了太极拳 就是不还 无奈之下 刘文辉亲赴重庆 当面向自己的这位堂职索取 但刘湘依然是拒不交还 还假惺惺的跟刘文辉说 说腰霸 我不是不还你这批武器 实在是为了你好 如果你用这批武器出川作战 肯定是血本无微 不如暂时寄放在我这里 等你实力足够抗衡 川外的大军发射 我自会疯狂 刘文辉是哑不吃狂怜 有苦说不出 那么他就小尽了脑汁 想要扳回一城 1931年5月 刘湘的母亲去世 刘文辉前往重庆去调研 见到了刘湘手下的两名 得力的干将 范少曾和陈南婷 刘文辉就想着收买他们 削弱刘湘的实力 以报刘湘吃了他武器的这个仇 刘文辉分别给这两位师长 各送了30万元 由此可见 刘文辉他真的是很有钱 这和他哥哥刘文辉的 脸财能力是分不开的 那么范少曾 范少曾啊 很聪明 他不仅把实情细数就告诉了刘湘 同时还上交了全部款项 刘湘很是欣慰 把这30万巨款还给了范少曾 让他到重庆修建豪宅 反正这钱不是刘湘的 那么陈良廷呢 就私通了这笔款项 就被刘湘撤职软禁 这一来一去两件事 刘文辉就白白损失了近300万元 这一口气咽不下去 他就叫来他哥哥刘文采 希望刘文采给你自己商议上去 到底怎么样能够出气 刘文采和刘文辉 两个人因为是家里最小的两个 一直关系很好 他觉得自己弟弟受了欺负 就要找回公道 就派了一个叫胡文鹏的刺客 前到重庆 要伺机杀掉刘湘 结果呢 被刘湘生亲活捉 就供出了刘文采 刘湘大怒 就与刘文辉彻底翻脸 二流大战 至此拉开了序幕 1932年10月初 驻武胜的新编二三师市长罗德州 向南重里渡的刘文辉二十四军 发动进攻 川北之战爆发 这就是二流之战的序幕 到了10月上中旬 在刘湘策划参与下 李家育 杨森 田宋尧 刘村后部 各派兵一部 投入了川北战场 同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作战 第二十四军分兵应战 陷于被动 刘文辉决定缩短战线 其中兵力对付刘湘 恶守陀江在资中 内疆 附顺 卢州一带实施防御 双方面呈胶着状态 10月中旬 刘湘的联军突破了陀江防线 连克资中 内疆 附顺 卢城的守军因事故发生动摇 刘湘进战路线 正当卢城战事激烈之际 同驻省城的刘文辉 与田宋尧爆发成都之一 双方面共出动兵力50个团以上 经过梅山争夺战 东郊战斗 北门战斗 田宋尧布 溃败 后来经过第二八军军长 邓锡侯调解 双方同意停战 战事结束 刘文辉得以专利 对付刘湘部 集中7万兵力投入战场 而刘湘 调集5万兵力 分四路迎击 12月10日 荣威之役 全面展开 双方 激战了11天 刘湘军全面失利 这个时候 邓锡侯和田宋尧 突然出兵进攻 刘文辉第24军 川西地区 刘文辉 俯辈受敌 不得不停止进攻 12月21日 双方面签订停战协定 刘文辉 失去了近30个县的房地 刘文辉失败以后 将原因归咎于 邓锡侯帮助刘湘 就集中11万兵力的 大部队攻打邓锡后部 1933年5月 刘邓之间的作战爆发 邓锡后调集所部 近30个团 约4万人 当时刘文辉 攻击数月 伤亡数千人 没有进人 6月25日 刘湘与田宋尧 刘存厚 杨森 李家驭 罗德州等人 发出通电 讨伐刘文辉 7月初 刘湘以安川军名义 出动三路大军 共110多团 向驻守川南川西的 刘文辉部进攻 8日 刘文辉部退出成都 将锁部24军 沿贯县 至乐山闽江 又按部防 8月中旬 刘湘下令 全线进攻 刘文辉首军 在贯县 新金 发生内变 安川军全面 突破了闽江防线 称称称追击 第24军 向西溃退 溃不成军 刘文辉部 主要将领 或投降 或隐退 刘文辉率残部万语 退至汉远 就会终寻 二流联合通电停战 二流大战 以刘湘的完全胜利 宣告结束 我们就可以看到 川中军阀 这个作战 那叫一个乱 本来 邓西侯 田宋谣 和刘文辉 都是宝丁系的 结果没想到 宝丁系的 在刘文辉 与刘湘作战的时候 背后捅了一刀 所以四川军阀的混战 那真的是 你看到了开局 却猜不到结尾 二流大战 是四川军阀 四百多次战争中 规模最大 时间最长的一次混战 战火烧了近一年 遍及了川西川北 及川南树石县 参战官兵二十余万 仅开战头三个月 双方死伤人数 就达六万 当时给四川的民众 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那么刘湘大胜 当上了四川王 刘安辉 当时他的夫人杨允光 就出马去成都 找刘湘说情 见了刘湘第一句话就是 到底要把你腰霸 赶到什么地方去 刘湘当时 对这个唐婶 还是笑脸相迎 他最后 在杨允光一再的追问下 说了真话 他说腰霸的腰杆不能硬 硬就要出事 我不是要搞垮他 只想压压他的气眼 既然婶婶出面说话了 就让腰霸在亚安待着 就这样刘文辉 败退西康 西康土地贫瘠 兵员响员都缺乏了 处境甚为困难 刘文辉首先将所属的残部 改变为八个旅十二十个团 保持军事激干 政治上采取利用矛盾 广交朋友的策略 同时注重维护民族之间的团结 加强与藏族中上层人士 及地方力量的联系 逐步就摆脱了孤立的处境 刘文辉治理地方 还是很有能力的 在这个期间 刘文辉他的房地 曾经红军长征的时候 发生飞渡 飞夺卢定桥 占领安顺场 强度大渡河 这就是在刘文辉的房区 后来在红四方面军南下 入川的时候 刘文辉和红四方面军 也略有交手 但是没有大打 后来红四方面军全线西撤 刘文辉的房地 也是转位为安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 1937年9月 刘文辉任第五军团军团长 1938年春 刘香在武汉病故 刘烈 蒋介石趁机撤销川康 随定公署 提出让张群 继任四川省主席 企图把四川政权 掌握到自己手里 刘文辉和邓锡侯 潘文华 还有刘香部的 几个重要将领联合 反对张群 继任省主席 赶走了亲讲的 代理省主席王丹旭 迫使蒋介石 亲间四川省主席 由贺国光 以省府秘书长身份 代行之权 1938年4月 刘文辉到汉口 面见蒋介石 蒋介石当时 当面答应 划宁亚两属 归西康 这在原来 刘香在世的时候 是坚决反对 并且英云 在西康省政府成立之后 按省预算 由国民政府 与四川省政府 补助西康 不足的行政和建设经费 并拨款修筑川康公路 9月份 最高国王会议批准 四川的宁亚两属 自9月1日起 正式交西康接管 10月20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 在武汉召开国务会议 决议西康建省 而刘文辉 被任命为 西康省的第一任主席 西康建省的时候 刘文辉正好40岁 他写了个条符 生命始于40 挂在办公室里 他经营西康的时候 历经图治 锐益经营 开办矿山 兴建学校 使西康呈现了一个新气象 我们这里就给大家讲一讲 刘文辉在西康 施政的当时的一些情况 刘文辉 经营西康 和当时大时代里边 全国各地的 各系军阀都差不多 就是经营着自己这片地方 希望这片地方能够支持自己 争霸天下的这个雄心壮志 因此并没有合则而鱼 相反来说 还是做了不少善政 来帮助当地的发展 但是这个发展 帮助发展的本质目的 还是要帮助他的军队提高实力 我们先说刘文辉 在西康主政的时候 缺点 缺点就是跟其他地方军阀一样 收税 刘文辉在1939年的时候 就已经把西康省1939年到1997年 近60年的税款全部预征了 至于说他收的税款多少钱 这个有幸的朋友去考证一下 但是从年份来说 他是提前收了近60年的税款 这也是在当时 相对比较奇葩的一种做法 但是刘文辉对西康的贡献也很大 这边主要是两件事情 值得我们现在借鉴 第一个是教育 西康是在清朝末代四川总督赵尔峰 改土归流 纳入到政府的管辖之内 但是赵尔峰当时在西康过于看重武力 一味的力行微服的政策 那么刘文辉主政西康以后 他吸取经验教训 认为谋康藏精神之接近 亦划出隔阂 沟通情感 1935年他在西康建成委员会成立宣言中就讲到 当本着康民的信仰 尊崇佛教 为精神教育 以做康民指导人生行为之原动力 而以职业教育 补给生产能力之不逮 用树新省特殊文化之出击 所以他在执掌了西康军政大权以后 就用积极的措施 一个是在宗教领域 第二个是在教育领域 大力的发展当地的这个事业 刘文辉当时提出 读书必须救国 救国必须读书 他认为以往社会教育之所以未能兴国 原因是教育与国策不相呼应 教育生产技能脱离关系 教育与生存条件脱节等原因 他希望通过推动教育 能够达到教育新国 教育新省的目的 早于1931年 刘文辉就出资 创建了成都建国中学 在任四川省主席期间 他就将原来公立四川大学 国立成都大学 国立成都高等师班学堂 合并成为国立四川大学 就是现在的四川大学的前身 从1939年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 到1943年 西康地方学校大致情况为 全省行政区域共设置为18个县 一个设议局 一个设置局 截至1943年 共有省立边民小学三所 共五班 共有学生130余名 省立小学12所 58班学生1400余名 县局立小学22所 63班学生1200余名 短期小学51所 205班学生800余名 共计有边疆学校88所 331个班学生3600余名 有的朋友可以说 这个并不多呀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那个时代 那个地点 这个数字是非常的 值得称赞的一个成果 这个数字超过了当地教育 最好时期 也就是四川总督赵尔峰 在西康时期 当时西康每年学生 约为2000余人 而刘文辉经营四年 学生达到3600余人 同时刘文辉还开设了 专门的夜校 扫出文盲 1942年 毕业于四川大学 后来留学美国爱尔华 州立大学的四川农大 终身教授 百岁老人 邱祥聘先生 曾经回忆说 刘文辉对教育员人士 很尊重 每年春节 都要专门请部分校长 老师们吃饭 联络感情 希望大家为西康建设 贡献材质 当年秋老 考取公费 出国留学的时候 因为家境亲贫 面临久境 刘文辉得知西康 由此出席之子弟 很高兴 特意资助他一大笔款项 用语出国 刘文辉对于西康边地教育 提出了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当时怎么说的呢 他叫修其教 不便其俗 其其正 不义其义 这里边有几个要点 第一个 根据抗战的需要 及西康的特殊情形 改定学制 改变课程之内容 废除不切实际 需要以及违反民族生活情形的学科 而教授适合抗地社会 与抗战要求的课程 二 一般的注重职业教育与民众教育 创办大量之职业学校 补习学校 及民众的日校夜校十字班 增进人民的生活知识与技能 提高人民的文化之水准 而加强其国家民族之观念 三 应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 培养大批的干部人才 以适应今后军事政治 民众运动及边疆事业之需要 四 应由省县政府 尽最大最善之努力 帮助康民 发展其固有之文化与教育 并多方发动人民 创造其自身所需要之学校 由政府给予适当之指导 并在可能范围内予以资助 1944年 在西康建省后的第五年 西康省立女子中学 也在原亚洲府文庙 亚洲府文庙 创办 专门招收女学生 这也是亚安唯一所女子学校 该校从建立开始 一直到1950年2月 亚安解放 总共招收了上千名学生 为亚安培养出了不少优秀人才 在1948年 华西协和大学教育学院大楼 在1928年建成了基础上扩建 刘文辉捐建该楼 西端新建部分 这个楼现在仍然保存完好 是四川大学 华西校区第五教学 刘文辉对学校教育的拨款 从不卡扣 在他示范作用下 西康省八安县县长赵国泰 就曾经放下过公务 亲自到当地小学 代科教书 当起了国语老师 那么网上流传比较广的 一个关于刘文辉 重视教育的案例 就是在1930年的时候 30年代 摄影师孙明晶到西康省考察时发现 当地的学校校舍大都是宽敞明亮 学生的衣着整齐 令人耳目一新 而一些县政府却破烂不堪 当时好奇的孙明晶就问一位县长 说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 县长当时回答说 说刘主席说了 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 县长就地政法 这就是当时刘文辉支持教育的一个 话操礼不操的一句名言 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做法 西康的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要客观地说 网上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刘文辉当时向尊明经 他所拍摄的这个宣传 拍摄的照片 以及他写的宣传材料 是刘文辉刻意来营造的 为的是向外界宣传他在西康的教育政绩 客观地说 刘文辉想宣传他在西康的政绩 这没有什么错误 他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西康 希望更多的人才能够进入西康 帮助西康发展 这并没有错处 这我们之前讲到新疆的 杨树增老先生 有很多地方比较类似 我们要看的是 刘文辉这么做 他最后的实际效果如何 实际效果就是西康的教育世界 的的确确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西康很穷 在比较的时候 我们只能做作为 他前后的自我对比 没有办法拿着西康 去和内地那些省份相比 以西康的贫瘠 刘文辉所做到的 已经堪称是不小的功绩 有些女朋友可以看一下 当时孙明经 他拍摄的关于西康 学校学生老师的合影 照片里的学生 衣着统一 整洁干净 脸上都透露出 朝气蓬勃 精神抖擞 有人说 这事会不会是刘文辉的摆拍 我想说的是 他如果想摆拍 他可以摆拍其他的地方 摆拍民生啊 摆拍他勤政爱民呢 他能摆拍教育 就说明在刘文辉的心里边 教育是重中之重 就从这一点 他就值得赞扬 说完刘文辉 在教育方面的贡献 我们再来说一说 刘文辉在西康时候 他所执行的宗教政策 刘文辉早年并没有 虔诚的宗教信仰 1931年 拉萨折磅寺 闭关休密三年的 罗杰绝八格西 在北京杭州汉口传法以后 进入四川 在成都修法红法 时任四川省主席的刘文辉 亲自率领数百人 入团 入团授冠 从学者达900余人 在经营西康之后 刘文辉还聘有经师 接受了四世 格宗活佛的灌顶传经 在刘文辉的住处 设有经堂 睡前他要没诵佛经 据他的孩子回忆啊 即使在新中国建成之后 刘文辉在他的住处 他的居所 仍然是有经堂 刘文辉晚年的时候 一般很少会说起四川 但是他会问起 西康的苏游和藏传佛教 刘文辉还曾经邀请过 藏族的画将 为其绘制唐卡 当刘文辉退至西康 从1935年起开始 全心全意治理西康以后 他真的花了大力气 和花了大心思 去了解他这块匣地的特点 人文文化 花心思去想 到底怎么样 能够巩固自己的统治 当时他提出了 所谓的建省四立政纲 经编三化政策 所谓四立 就是培养人民的组织力 以克服散漫 培养人民的知识力 以克服愚昧 培养人民的生产力 以克服贫乏 培养人民生存力 以克服脆弱 三化是什么呢 三化是 以德化 以德化代替微服 以同化代替分化 以进化代替技术 按照刘文辉自己的说法 德化政策 本着攻心为上 以及忠心 悦而成福的精神 去矫正 微服政策的错误 同化政策 是本着用下便宜的精神 去矫正分化政策的错误 进化政策 是本着团结合作 共谋发展的精神 用于矫正 记迷政策的错误 排除民族主义的狭隘性 根据这些政纲 我们可以看出来 刘文辉主张 是用温和的手段 从政治 从文化角度 对西康地区进行治理 在经过对西康 民众 以及社会 反复了解之后 刘文辉提出来 鉴于宗教 对藏族各个阶级的人 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搞好了宗教关系 同时也就搞好了 同藏族的政治关系 所以他把他的工作重点 放在这一方面 他对于康人 奉行佛教 久而亦前 万众身心 全祭于此 盖其人生乐于出世 文化基于五名 普通人民既不嫌 生产技能 知识分子亦不敢政治兴趣 唐导寻有法 则智力非奸 策力无方 则隔阂济起 这是他对康人 信奉藏传佛教的一个理解 因此他决定采取 对于西康地区的藏传佛教 殷势力道 立谋政教协调 僧俗合作 以纳民与规范的策略 提出了所谓 以教辅政 以政异教的口号 他认识到西康地区民众 深信藏传佛教 宗教上层的喇嘛活佛 对民众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态度 有决定性影响这一特点 采取了竭力 拉拢宗教上层和顺势而为的策略 他主政西康 把为父佛法整治教规成为了最重要的政策之一 他实施了很多扶持佛教的具体措施 他提出护教的口号 尊重西康的固有文化 并以民族团结作为西康省的基本国策 在公开宣传上他多次强调 藏汉民族同为建设新西康的两支主力军 由人之左右两臂缺一不可 所以既不是武力 亦不假全数 开诚不公 因是利导 立谋两个民族 放弃成建 协调合作 共计富庶康乐之欲 同享民族团结之福 西康省建省 在省政府委员九人之中 除了刘文会以外 就有他的经师 四世格宗活佛 同时格宗活佛 还担任了西康省佛教整理委员会委员 在刘文会治理下 西康地区有代表的活佛和僧人 都得到不同的党政职务的人命 刘文会他常住雅安 但是他每次回到康定的时候 总是带族不失 乘坐着大教 去穆雅区被大喇摩寺 寻游安抚 每到一次 大小喇摩和头人 都对他家道欢迎表示崇敬 他也给喇摩寺赏给很多的茶包 绸缎 卷博 对头人和大喇摩 慷慨的赏给银阳或金条 最小喇摩每人都赐给大阳一到两块 刘文会将西康的康属地区 划分为四个佛教宣化区 将康南康北两路有影响了宗教领袖人物 任命为宣化师 西康省佛教整理委员会 在下属各县也都设立了五名学院 在藏区 佛学院就叫五名学院 而西康省佛教整理委员会 他自己亲自兼任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为二世相根活佛 很多活佛都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之一 在得到了佛教上层认可以后 他团结藏传佛教各教派的高僧大德 整治教规 对于没有遵守教规的喇嘛 违反教规的各项行为 严令加以禁止 其中包括使用武装力量平息 两派僧人的武装泄斗 对于不安分的僧人予以开除 但另一方面 他也身体力行 明令禁止一切毁僧 放佛之言论与行为 公务人员应当率先以身作则 在各级官员中 养成了尊重藏族宗教信仰的风气 其中有一个例子 就是二十四军步兵 一三八师二旅旅长 在礼堂屯肯的保安司令 兼礼化县长曾言书 他的驻地礼化 是康南佛教的重心 汉康人民无不重信佛法 因此这个曾言书 以身作则 重信藏传佛教 平常光头 手持念珠 常年吃素 人称曾喇嘛 这说明当时刘文辉 麾下 各级政府官员 大多都能够做到 尊重藏族的宗教信仰 这就使得原先 对其存在戒备心理的宗教人士 和广大的藏族群众 逐渐产生了亲和力和认同心理 得以局部消除了民族隔阂 建立起民族之间的亲善关系 正是因为刘文辉这种温和的宗教政策 使得西康地区的藏传佛教 与刘文辉产生了非常紧密的关系 而这个紧密的关系 对于刘文辉在处理突发事件的时候 有了极大帮助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甘子事变 甘子事变是怎么回事呢 是1938年9月 我们前面讲到过 1938年的时候 班禅 班禅活佛 作画 他的佛运 由班禅行员 护送归葬 那么当他们行至到西康省甘子县 就和当地的孔萨土司武装联合 在1939年11月 进攻刘文辉部的驻军 控制甘子全境 并且向周边各县进攻 宣布罢免康北各县县长 委派行员的20人接地县长 那么12月份 刘文辉调集大军反攻 将班禅行员 及孔萨土司 驱逐到青海玉树 这就是所谓的甘子事变 在这场突发的事件中 西康的藏传佛调高层 是坚定的站在了与刘文辉一起 当时日库活佛为刘文辉出谋划策 并且亲自到甘子县走访寺庙相间 与僧俗各界广泛沟通 出色地做好了善后工作 给甘子事变的解决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就是刘文辉 他的宗教政策所带来的 非常直接的效果 另外刘文辉 他对西康与外界的浮调交流 大力的支持 不仅是西康 包括四川 1932年8月 汉藏教理院正式创建于重庆 刘文辉允诺每月住600元 按月到他住重庆的办事处领取 他鼓励 各地的佛调人士 到西康地区进行佛学交流 当时进入西康地区 学习佛调的内地僧众慎重 他同志西康这些年 在政治基础十分薄弱 经济力量也十分薄弱 西边面临着来自西藏达赖集团的压力 东边受到蒋介石政府的排挤 这样的艰难情况下 他能够基本上保持政治安定 民族团结 经济也有一定的发展 这不得不说 刘文辉在治理地方 把握民族宗教文化心理 注重调试民族关系的政策 和策略运用成功方面 有很大的关系 这在客观上 对西康地区的发展有所促进 也对保卫国家的统一 促进民族之间的交流 加强和互相融合 有着不小的贡献 那么今天呢 我们先讲了一部分的刘文辉 关于他的崛起和刘湘的争斗 以及他对西康的经营 那么下一集呢 我会给大家讲一下刘文辉 他和国民党 国民政府 还有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以及他后来如何走上了 起义的道路 也还有他在新中国建立之后 他的人生履历是如何的 这些我们在下一集再给大家讲